吳建豪擁有公狗腰 倒三角形的猛男身材 但他小時候可是一個小胖子 那他是怎麼從米其林娃娃 變身掉向大胃呢 除了運動還是要靠節制飲食 他在巴黎拍拜金女王時 為了維護身材 寧可向法國美食說拜拜 自己在家煮 一集娛樂就帶你直擊 吳建豪親自下廚 示範高蛋白健身餐 其實我只是隨便亂做 隨便亂做 那你做菜的重點都會放在哪裡 蛋白高 然後 便很少 對啊 所以這次就是加了 那個八顆蛋白 這鍋顏色鮮紅的料理中 除了八顆蛋白 還有番茄鮭魚罐頭 而且不加一滴油 但吳建豪煮飯的習慣 好像有點A 高蛋白有什麼好處 就比較好消化 然後那個 雞肉的關係法 要保持 所以你煮飯的時候 也都是肉飯的 你覺得 煮飯的時候 我就完全不穿油 真的假的 在家裡一個人 我上半生幾乎都不穿油 做這種東西給女朋友吃 NO 有沒有煮過牛排大餐 什麼的 浪漫情人節晚餐 NO 這個應該是他們煮的 主餐應該是我們先要煮給男生吃的 大男人 沒想到吳建豪這麼大男人主義 沒關係 就讓記者來打破他的規定 為大家試吃高蛋白健身料理 好 看起來像保露 但是吃起來 吃起來還滿好吃的 吃起來 吃起來還滿美味的 我覺得我的胸肌有長一塊的感覺 吳建豪自己享用時 倒是覺得很美味 我的天啊 形容一下 覺得自己做的成果如何 就很好吃 自己煮的當然說好吃 我們要第三者來試試看 這樣才公平 女媚妳敢不敢吃 蛤 妳敢不敢吃 辣的喔 他煮的 要吃一口 猜不掉了 小朋友果然不會說謊啊 疑點事王勝俊留意 巴黎採訪報導